好青春的样子啊 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吧 各位老师好 我叫汪迪 我是一名18年病史的重症肌无力患者 如今肌无力就像我的闺蜜 伴随我一生 谢谢老师 真没有看出来 就是只能听出来 你声音就说话好像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 没有 其实你们看我的眼睛是闭不上的 包括我的表情 你没有发现我控制不了我的表情吗 就是我没有办法微笑 其实我很想 你声音也有优势 所以显年轻没有表情 对 其实我很想 跟几位老师露出八片样的微笑 成绩也放不到 很可爱 很可以说话呀 但是说实话 我们印象中的重症肌无力患者 那真的应该是可能 就是推着轮椅上来 对 我是起跑 你就一直是这样一个 没有没有 我五年死了六次 又活了回来 我十七岁那年吧 2003年 我上高二 我就发现我听不见我自己的声音 嘴巴可以动 但是没有气 就是这样的 过了没多久 吃饭通不下去 喝水的时候会呛 会从鼻子里面噴出来 然后会呛得半死 这样就觉得不行 但我就看 全国所有的知名的医院都看了 诊断为重症肌无力 那你当时这个最重的状态是什么 我最重的状态 我就瘫痪了 就整个人参加了 所有的地方都没有密集 我的手伸不开 然后胳膊抬不起来 就这样拖着 腿也没有力气 然后他们就轮椅推着我 头也抬不起来 就搭在那个轮椅上 就是要或者有个人 家里在后面把我的头拖着 所以病情是进展得很快的 一直都很健康 十七岁之前 我能跳 能笑 能唱 我还是班上的文艺委员 我的梦想 就是像您这样 站在上当主持人 就是一个勤奸匹力 我觉得完了这辈子 那你怎么恢复过来的呢 坚持不限康复训练 后来我才知道 康复训练是需要很大一笔费用的 所以我就自己发明了 好多康复训练的方法 我当时就是用那筷子 把嘴一点一点地撬开 因为我嘴装不开 舌头在里面就是 像一堆烂尼一样 僵硬的 我要把筷子伸进去 去撬到我的舌头 这样我说话才能清楚 我就一天一分就那么念 有的时候那些 啪就被我念断了 可能一天就是要 那你舌头什么会受伤吗 我舌头念破了很多次 就是可能都老解了 但是不念的话不行 如果不念的话 说话会越来越不清楚 然后手的话 如果这边有一面墙 我就会去爬墙 因为我手提不起来 我穿衣服的话 一件衣服可能要穿一两个小时 我当天二十八九岁的时候 走路就是这个样子 或者是扶着墙 扶着摆弹 走五步路我就一 就这样 我就走五步十步 一百步一千步 现在走一万步没有问题 真是不容易啊 而且我知道啊 你康复得很好 都能跳舞的是吗 要跳吗 现在跳一个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the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 of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Stand it right ther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那我说一下 我看我的那个小朋友 好啊好啊 去年的时候 我从二星游出来 我感觉自己好像宽固的 还可以 我说要不要 我去报一个什么 舞蹈大赛参加一下 当时北京有一个 还不错的国际舞蹈大赛 我就报名 跳完那个舞蹈 我也没有报什么希望 我就走了 第二天主委会听我打电话 说你叫汪迪吗 我说是啊 你昨天拿讲的你知道吗 你怎么不领讲 我说啊我拿讲的 我当时跳的是 《大话西游》里面的 那个一声小爱的那段舞 我把自己想成是紫较先子 可能是因为那个舞的 那种感觉感情 触动到的几位评委老师 当时还有很多老外评委老师 所以获奖了 对我很因为 那紫较先子 你遇到了你的 齐天大胜了吗 当然遇到了 真的 快跟我们讲讲 2010年吧 然后我就碰到了我先生 我的先生是一名学霸 是清华的研究生 他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真官 我也是一名光荣的真嫂 好准 2010年遇到的 对 在北京的一个高中校友聚会 我先生跟我是 校友 高中学一个学校的 但我们不认识 我们是隔壁班的 当时我们还没有微信 就是用那种QQ嘛 我先生也被别的同学拖进群了 当时就在街头上聊 后来他就是跟我表白 我就说 我说你最好不要找我 我说我可不是一般人 我身体不好 可能会随时死掉 可能没有办法生孩子 但是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他就不败 此天八年了要跟我再一口 他不求的你 我也没有办法呀 就你为其然呀 后来就是 他说 没有认识我之前 他的世界只有黑色和白色 遇到我以后 他就 原来是那个五彩斑斓的 原来生活这么有意思 但是也会有遗憾吧 你刚才讲 可能结婚啊 就不能生孩子 我有娘 我有五岁 哎呀 我的天 这么快想这样 这个宝宝怎么得来的 我们进屋内衣病人 是要常年服药 那么我怀孕 就得把那小药品给丢掉 等于是一种瘸子 要把那种管烧给扔掉 而且我要保证 怀胎十个月 不能感冒 不能发烧 不能拔牙 不能被狗咬 不能有外伤 不能感染 所以那时候 我容易活冰 感战心肌 我流产过一次 怀孕压力更大 而且我生孩子的时候 我是顺产哦 哇 太厉害了 最近好像好多病友 妈妈抛肤产生完孩子 妈妈又没有了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我当时就 我觉得肌乌力患者肌 生孩子的风险 特别有 我脑里都没有力 你小我怎么可能 有力 那你怎么顺产生出来的呢 当时我生我女儿的时候 我早上八点钟 进了彩膀 顺到十点的时候 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就开始翻改眼了 我再不出来的话 孩子就会癫气了 当时就有一个 瘦瘦的小小的护士 查到了我身上 说我帮他使力气 说我们一旷给他加油 喊一二三 一二三 十六 然后我就使用我全身 所有的力气 在十二点半的时候 孩子出来了 当孩子出来了 的时候 但是身体是紫色的 因为憋了 时间有一点长了 医生就开始早上 让他哭 拍了他好起巴掌 哇 小孩哭了 我就彻底倒下去 不省人事了 后面我都断飘了 你没想过吗 万一你这个鬼门关 没有走过去 我想过 我当时写了一封遗书 你知道吗 但没有人知道 遗书里写了什么 如果我这一次 没有挺过去的话 我希望先生和父母 能把女儿 好好地培养他 去跟他讲 妈妈的故事 希望女儿 能做一个勇敢的人 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然后我也希望 我老婆能够 未来遇见一个 特别好的女士 前情是要比我优秀 才可以结婚 一天要把女儿 好好地抚养他 另外一样 孝顺我父母 一辈子 真的很感动 生孩子很辛苦 但是生完是不是恢复 也是非常地艰难的 我生完孩子 五个月的时候 就复发了 复发了有 顺顺积无力的话 熬夜是大气 感冒是大气 太辛苦了 太心外伤了 我每天晚上起来 三次未来 然后基本上 没有办法睡觉 熬到五个月的时候 彻底崩溃了 120把我拖到医院 我用第二天吧 医生就给我下了 因为通知说 就告诉家里 如果我今天晚上 这一夜过不去的话 可能只要家里 准备准备后面的事情了 当时我们家 好多亲戚都来了 以我妈为首的阿姨团们 就在我的房间里面 放声大哭 我躺在床上 啥也动不了 眼睛也睁不开 所以我那时候 特别平静 我听不见外面哭泣的声音 那个世界只有我自己 我在想 这么多年了 我熬得也挺辛苦的 我要不这一次就算了 就这样 平衡地离开了 也挺好的 因为我每一天 每一天这样 折磨自己也很累 我挺想着想着 然后门 哭 又开了 就有一个人在喊我 他说 汪迪汪迪 你中间演艺 你看一下 宝宝来了 我一听宝宝 我的心就一惊 我的父亲就抱着 我五个月大的女儿 来了 当时我就看到我女儿 说什么 当当希望 他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多的人 他从来没有见过 那么多穿着白大褂的人 他也不知道 躺在床上的是他妈妈 我当时 鼻子 嘴巴 全部是一张擦着滚的 脸上戴成面罩 根本看不出来 像人的样子 我女儿 脸上的那个 不安 恐惧 无奈的表情 我到现在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当时闭上了眼睛 我的世界 无声了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不能让我女儿 我和月球没有妈妈 我要陪着我女儿长大 我要送我女儿上幼儿园 我要看她写作业 我要跟她成为好闺蜜 我要听她跟我说 她小男朋友的事 如果她那个男人不行的话 我还得照我两句 我还要让她吹唱最美的婚纱 走进最美的婚姻殿堂 我要看下她的婚姻 线堂 发言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就是这一股内荣吞着我 那一页 我都只分自己 说三个字 活下去 活下去 就像复读机一样 不停在那儿复读 我不管外面的声音 谁说我不行都没有用 因为我说我可以 正可以 不行也行 那一天夜里特别长特别长 我感觉过了三年五年 天总是不亮 因为我眼睛本来就闭不上 我的那个风能感受到 外面的阳光 从我那个床旁边的窗户射进来的时候 我知道天亮了 我的眼角流淌了一滴幸福的内水 因为我知道我 又一次最深的祈望 我觉得你太伟大了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从来不会为 病魔而留 也不会飞车而留 我的眼睛只为感动而留 我是因为感动 但是我觉得这种感动是这种力量 你给这么多在失忆当中的人 带来了无限的光明和希望 真的我觉得这是你最感动我们的地方 真的得把掌声送给汪迪啊 太感动了 一直是妈妈的房子 妈妈也来了是吧 我们把汪迪的妈妈也请上来吧 来 有请 有请我们汪迪的母亲 好吧 你好 你好 我叫张母轩 我们为妈妈加油 我们也为你加油啊 不是说要给我们朗诵首诗吗 宝贝 这一心 好 行与知识帖 当春难发生 随风闲入夜 润雾系无声 也晴云俱黑 江传火独明 小康红尸处 花庄仅观尘 谢谢大家 好好好 我是汪迪的妈妈 我今年62岁 那真不像啊 带孩子也挺辛苦的是吧 孩子出生就是我在 现在也是妈妈在帮你带孩子 现在我身体好一点的话 有时候我会换一下妈妈 因为妈妈睡眠不好 今天汪迪也有话想跟妈妈说是吗 对 17岁身边到现在18年 然后你一直照顾着我 带我看病 包括后来我有了宝宝 然后你一直照顾着我 我们的小家庭 其实能有现在的幸福 凝视最大的功臣 想跟妈妈说 辛苦了妈妈 谢谢你 我爱你 然后宝贝也说 一个姥姥辛苦了 我爱你 辛苦了 送给我的妈妈 这些年代也为了我们 牺牲了自己了很多时间 然后我希望妈妈 能够穿上这条漂亮的裙子 参加美美的宴会 美美的活动 过她自己想要的人生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活动 我会为你创造这样的活动 特别棒 也希望我们 谢谢 汪迪的妈妈 开开心心的生活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 健健康康的 好 今天汪迪来到我们这个舞台 带着幸福心愿来的 那请上前一步 受众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我要出版一本 我自己写的 十五万字的书 是关于你的 一路走来的路程吗 一部分是关于我 从十七岁到现在生病 经历过的 N多次的死亡 以及我如何 让自己活成了 我想要的样子 好 来看看我们幸福帮帮团的成员们 怎么帮助你实现 你这个幸福的愿望 虽然呢 疾病给你带来了痛苦 但是你非常勇敢地去面对生活 面对痛苦 面对疾病 那么地坚强 我想尽到我的一点绵波之力 助力你两千元 实现你的梦想 然后也希望你今后的路上呢 能够影响到你 跟你有同样疾病的人 跟你一样生活的精彩 我们长城康达医院 减肥基地呢 愿意购买两千元的书 把你的书呢 放到我们医院的每一个床位 谢谢 希望他激励到我们医院来减肥的人 谢谢你 谢谢 今天我们节目组 也给你带来一个东西 来 请打开我们的幸福大门 欢迎您 有请 大家好 我是月赞商业生态的CEO 魏琪 我今天特别荣幸 受到咱们的节目的邀请 能替汪迪实现这个愿望 能帮助汪迪出道属于自己的书 把她的故事变成一个曙光 照耀到更多拥有治安时刻的人 谢谢 谢谢我们月赞商业生态的CEO魏琪 谢谢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 通过我们今天这场节目的录制 能够感受到生命的力量 我们都会越来越幸福 感谢你们来到幸福来敲门 再见